艺人白家綺是中益基金會的長期助養人 特別化身公益大使出席基金會的蒲公英寶寶助養計畫 分享育兒經驗之外 也回憶起小時候曾經接受過一位陌生阿姨的幫助 讓她很感恩 其實因為聽他們分享很多在中益的孩子們 他們成長的故事跟過程 其實身為父母一定都會非常心疼 那覺得我們覺得孩子擁有父母的愛 好像是很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事 但是在中益很多孩子 可能因為他們父母有些狀況 或者是家裡比較貧困 所以他們並沒有得到這樣子好的一個照顧 那謝謝中益基金會 就是一直以來都守護著這些孩子們 那讓他們的成長過程當中 也可以是被照顧得很好的 就是孩子在要離開中益基金會的時候 他們都會有很多的不捨 然後他們未來就是他們有能力以後 他們還會回過頭來捐款給基金會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我們一直以來想要 想要幫助這些失憶的孩子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讓他看見他自己的價值 那也因著他小的時候被照顧 所以他會想要把這份愛回饋回這個社會跟這個單位 那其實我就想到我自己小的時候 因為在路邊賣衛生紙跟原子幣嘛 我永遠記得有一個阿姨 她放了一千塊到我的籃子裡 我跟她說阿姨我沒有這麼多的衛生紙可以給你 她跟我說沒有關係妹妹 等你長大你有能力你要幫助別人 我覺得那一句話在我心裡 我已經不記得那個阿姨長什麼樣子 她就像是我生命當中一個很重要的天使 然後她一直告訴我 我有一個信念 就是我要幫助別人 只要我有能力我要幫助別人 所以我也希望 如果我也可以成為這些孩子 他們生命中的這個天使 她也不需要知道我是誰 但是我們要成為她的幫助 那其實身為父母啊 每個孩子我覺得在孩子成長的階段啊 每個階段其實孩子都有不同的邊緩 對 對那身為四個寶貝的媽 你現在要不要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在孩子成長過程當中 有沒有特別讓你覺得 好可愛好有趣還是印象特別深刻的事 每天都有 你知道我們家陡宅 老三現在三歲 今年快要滿三歲 然後妹妹呢一歲多 他們兩個現在就是每天在家裡上演他們的後宮甄嬛傳 就是要取得我黃太后的芳心這樣 像昨天就很可愛 我抱著妹妹 然後妹妹就靠在我的胸膛 然後就很幸福的樣子這樣 那陡宅看到當然 哇怎麼可以讓朵拉鑽美於錢呢 對她馬上三步並兩步就倒到我右邊的肩膀上這樣 然後我就抱著他們兩個 我眼睛就閉起來就想說 哇在這時刻就是媽媽最幸福的時刻 然後就感覺他們兩個好像在掙扎 我眼睛一張開就看到朵仔這樣 就妹妹的臉 妹妹的腳一直在她臉上 然後她就 她就很想要把妹妹的腳推開 但她又不想要離開我的身邊 所以她就在那裡掙扎 我想說那妹妹可能是不小心踢到她 結果我轉過一看妹妹的表情是這樣 她是很努力的想要把哥哥拆開 其實我一直就是這種 其實他們也不是真的有心機 我覺得他們就是很直接很天真的表現 他們想要獲得媽媽的關係 是爸爸媽媽的愛 其實對孩子來講是這麼的理所當然 但是就讓我想到其實你看在中藝的孩子 其實他們真的很需要大家一起來守護他們 對 其實也就是彌補了他們 就是可能在父母這塊的愛是缺少的 可是無論我們是什麼身份 只要我們願意行動 我們都是他們最溫暖的家人 是 我們就可以為他建造起一個遮風擋雨的家 中藝基金會也推出公益T-shirt 歡迎民眾認購 白家綺也親自為公益T-shirt進行彩繪 我們一直以來關懷很多不一樣的單位 那有一些可能是老人家 有一些是特殊疾病的孩子 我們盡量把資源分散 那中藝基金會一直以來都用捐款的方式來支助他們的原因 是因為中藝的孩子其實他們很多是學齡的孩子 他們是有記憶的 你如果去看他們 你跟他們建立關係 他會想你 他會很想要你再來 但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定時定期的去給予他們陪伴的話 我真的建議大家 那我們其實就是相信中藝可以給他們很好的照顧跟愛 還有陪伴還有環境 那我們就是用金錢實際的支持來供應他們 讓他們可以持續的給孩子一個這樣子穩定的照顧 所以可以像定期定額 或者是像我們現在我們可以認購今年超級可愛的我們的公益T恤 其實中藝基金會常年照顧這一些弱勢的孩子 包括0到18歲 那其實常年我們也透過普公益助養的方式來募集孩子所照顧的經費 那當然希望受過這樣的一個券募的方式 包含說孩子的生活照顧費用日常的照顧 當然其實很多的孩子需要一些教育的這樣的一個資源 我們也希望讓他們能夠受教育 那當然另外一塊是其實照顧的孩子有一些是來自於一些 家庭不當的對待或者是屬於照顧 我們也希望能夠醫療的部分能夠力挺孩子成長 那當然在這次普公益的助養計畫裡面 我們透過了很多的方式多元的方式讓我們的民眾啊 社會大眾可以參加 包括說我們自己推的公益T 然後透過義賣的方式能夠募集經費 那當然另外一塊其實就是希望能夠有定期定額 定期定額當然就希望是一個永續的資源 當然我們也號召了好多的愛心廠商提供我們很棒的一些贈品 希望透過單筆均款的方式透過這樣的方式來累積孩子的照顧經費 因為我們相信其實透過這樣的一個家園助養的方式 我們能夠結合一些資源一點一滴的累積 然後讓孩子在這個家園裡面得到妥善的幫助跟照顧 因為其實中益每年大概長年會需要幫助200位的一個失一的兒哨 那其實今年的目標大概就是希望能夠1700萬的這樣的一個經費 其實現在已經是4月了 我們照常語來講應該要募到就是大概三四百萬 其實目前都還非常的辛苦 大概才募不到一半的這樣的一個金額 當然也希望透過媒體的方式 透過我剛剛提到的多元參與方式 就是一起來幫助孩子 中益基金會長期服務 0到18歲失一兒哨 陪伴超過7500位弱勢兒童或少年長大成人 也期盼民眾一起來支持蒲公英寶寶助養計劃 成為助養人 讓失一兒哨能安穩長大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